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义古当地时间9日晚下令 俄军全速撤出赫松 推至蒂涅波左岸 重新建立防御阵线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普京上个月才喊话 赫松不准后退一步 结果这个月 邵义古就直接下令全面后撤 这个巨星转折 总让人感觉心里毛毛的 会不会有炸呀 比如诱骗无军入城 然后趁机战害辛卡霍夫卡大坝 来可水淹七军 一举扭转战局 事业风雨大作 驾入人类坐于帐中 直听得万马正奔 正体正低 将军大惊 急出帐登高查看 呼见四面八方大水昼致 顿时七军乱窜 随波逐浪者不计其数 而纳苏洛围巾 责命重将摇起古兆 乘大船顺势而来 无军见状料不能逃 皆跪地起降 维扎路人类全无拒雀 提刀戒战 可承想卡德罗夫早已在船头功后多时 抬手便是一箭 将扎将军射于水中 对于这场战役 后人有诗约 夜半真疲响正天 乌难平地坐深渊 少公神算谁能及 华夏威名 万古传 可扉了 其然这样的故事只会是荆轲一梦 2022年的赫松 可不是东汉末年的凡城 天上有卫星无人机 地上有热成像 俄军的一举一动 被看得是真真切切 也明明白白 在自信一权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玩出这种战略级的诱敌之机 那么普京被逼急了 会不会效法蒋终身 来个花圆口决敌 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也不会 在烧一谷已经官宣撤退的情况下 这大水冲垮的 恐怕不是乌军的攻势 而是俄军全军 甚至全国的心力防线 而留下部分俄军藏在城内放冷枪 搞破坏 也同样不可能 在粮草断绝顾虑无援的情况下 投降绝对比抵抗更有吸引力 乌军只要在广场上堆一堆袭击 就能把他们主动吸引过来 至于说战术核弹的问题 之前已经讲过了 可能性一直存在 不过地点和时机另有他法 所以这场撤退不是什么藏连法 也不会有什么神机妙算 真实情况正如邵一谷所说 他就是顶不住了 保全整体作战能力 是目前俄军首要 乃至唯一的目标 截至本节目发布前 乌军在西北东三个方向上全线推进 先锋部队已于11月11日进入赫松城区 而当地民众更是早早的就把国旗插遍了全城 丹石湖江一阴王师 而洛斯自己发布的视频也显示 大批俄军正搭乘轮渡或者步行通过浮桥过河 可能只有少数来不及逃跑的炮灰被狠心抛弃 不出意外的话 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乌军已经拿下了整个蒂涅伯河北安 持续了8个月的赫松战役 最终以俄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那么如此重大的战略性变化 对俄乌双方各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咱们骨头里挑鸡蛋 粪坑里挖金子 从俄军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这场撤队行动要比之前北部的两次战略转进困难得多 这么长时间打下来 虽然俄国防部还在嘴硬什么俄乌战纯比高的1比8 以2万兵力托如军20万 等到冬季到来 俄军坦克就能通过结冰的河流 攻取尼古拉耶夫 拿下奥德萨 再次完成地涅伯大包围 但这些都是说给孝子能听的 俄军指挥人员 尤其是10月份刚上任的前线总指挥 谢尔盖输了维京大将 肯定不归心 早在夏天的时候 地涅伯河上的桥梁就已被乌军海马斯瘫痪 乌南的滋空拳也早已丧失 整个地涅伯河右岸都沦为死地 这一幕幕都被苏大将看在眼里 而他上台后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给不断失血的俄军止损 而要完成这一任务 他要战胜两个层面的阻力 其一呢是在高层 大老板普京他不愿意啊 赫松是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 唯一攻克的乌克兰州府 这里若是丢了 那脸就太肿了 打多少泡尿酸都救不回来 所以普京的想法肯定是不惜一切 史战到底 之前谁要提车兵 谁的乌纱帽就不保 然而时过境迁 在开战九个月后 俄军中的务实派 显然已经汇聚成了一股力量 力量大到普京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 当然意见的传达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像卡路桑那样发抖音吐槽 也可以用一些更特殊的手段 就在俄军宣布撤离的前夕 莫斯科任命的副州长 韦赫松州的实际领导人 斯特列莫索夫 突然实际上交通事故 其乘坐的装甲SUV被外力完全摧毁 投靠莫斯科后 斯特列莫索夫表现积极 不仅频繁发表视频讲话 大肆宣扬俄军会的赫松州取得全面胜利 而且还热心组织平民撤离和攻投入俄 算是乌坚中的战斗间 他的这个敏感时刻始于诡异的交通事故 不免令人浮想翩翩 无论是何人所为 他的死客观上都可以向普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 赫松这个地方是守不住的 不是我军不努力 而是敌军太狡猾 理由借口就都有了 而且我还注意到 在俄媒的报道中都特别强调 撤军的决定出自俄罗斯国防部 而不是总统普京 这背锅侠马也已经找好了 撤军的第二个难处在现实层面 桥都断了还怎么撤呢 这个不是难事 可以用轮渡可以用浮桥 从卫星图上看 低联波河是非常大的河流 河口三角树内水网密布 部队容易隐藏躲避 沿着这些水道 可以一路撤到对岸的丘鲁平斯克 或拉普利斯坦等地 乌军火炮够不着 用海马斯打就太过浪费 所以方式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时间 如果是稍一股宣布撤的时候才开始撤 那肯定是来不及的 俄军真正的撤离行动 应该早就开始了 在俄军此前发布的宣传视频中 经常是军民混军通过地聂伯 而这里面就有大文章可做 乌军在推进过程中 发现俄军丢弃了大量军服兼章军人证 想兵这些老兵有者 早早地就换上了平民服装 溜之大吉了 而为了维持防线 俄军还可能采取了兵力置换的方式 就是用新专来的壮丁去填那些老兵的位置 毕竟这才是炮灰的真正用途 至于俄军宝灰的重型装备嘛 靠轮度能带走的就比较有限了 具体会较过多少 得看接下来这几天乌军的清点结果 11月11日 俄军阻力撤离后 果断的炸毁了安东诺夫大桥 乌军在短时间内恐难以修复 这道不断失血的伤口 终于算是给缝上了 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 成功阻止一场撤退的难度 不会低于组织一场反攻 苏洛维京临危不拘 指挥俄军有序撤退 确实是功不可没 堪称一名良将 而经过这么多次的失败 俄军也已经成为了撤退的专家 只不过无论撤退行动再怎么成功 他都不可能通向胜利 那么眼见俄军败走麦城 乌军就能欢庆胜利吗 暂时还不能 各方面信息都表明 这一回乌军的追击 比两个月前在北部的行动 要更为谨慎 最后也依旧没能成规模的 聚见俄军有胜力量 乌军的孤立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辞职了乌军的攻势 这里同样有两个层面的阻力 在现实层面 乌军虽然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目前避敌数已经突破了8万大关 且仍然以每天平均五六百的数字 持续飙升 但是战争不是游戏 在不断消灭侵略者的同时 乌军自身必定也有不小的损失 这点我们从国际资源兵的阵亡情况就能看出 双方晋升战斗的强度似乎提升了不少 因此哲宁斯基才会在讲话中特别说明 乌军因仅慎前进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 此外天气情况也不利于迅速推进 现在的赫松地区已经处于入冬前的雨季 地面烂泥预计不利于车辆的快速推进 如今乌军虽已在战程上具有了优势 但仍不足以彻底压垮俄军 因此才不得不小心谨慎 而在国际层面 一个特殊的压力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这段时间传出过不少美方七万乌俄和谈的消息 这或许只是空穴来风 当倘若乌军一不小心取得大胜 不排除某些穗金派政治人士 就会抛出和谈的议题 这时若普京突然开窍了 意识到其实他最大的杀手锏是求和 那或许能将乌克兰一军 让泽连斯基在外交上陷于被动 现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 已经和刚开战时大为不同了 从保住政权主权 变成了趁机重复 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领土 并将俄罗斯彻底的去军事化 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而这就离不开盟友 长期且坚定的配合与帮助 因此可能需要控制下胜利的程度 终上所述 乌军的赫充大捷 是各种考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对我个人而言 没能成见着的巨见俄军主力 始终还是略显极憾 那么事已至此 接下来的俄双方会怎么做呢 俄罗斯方面暂时不用担心 所谓的克里米亚水源问题 因为辛卡霍夫卡水坝的取水口 位于河流南岸 俄军只需要聚合手 就算是几万头猪 应该也能防得住 当然克里米亚的战壕可以提前准备了 有备无患嘛 然后就是把从赫充撤下来的军队 重新整合配起装备 重新投入东线的作战中 当然这需要时间 同样的 乌军也没领兵力重新配置的问题 以如今的局势来看 大军强度河流追击敌军 显然过于冒险得不偿失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保留小股部队做防范渗透之用 调南线阻力北上迎敌 这里比的就是一个筷子 若乌军抢先 或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斯瓦托夫或克里米亚方向的进展了 若不然这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平淡的冬季 乌军继续升级装备 等待战机再与俄军决战 总之无论如何 这九月份以来 俄军经历了三连拜 此时任何理智尚存的统帅 都会意识到攻守之势一野 只有那庸禄之大之辈 才会拿着大本营战报 对着属下无能咆哮 这样打下去 焉有不败之力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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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何故大笑 我不笑别人 丹小周虞无谋 诸葛亮少致 若是我用兵先在这里埋伏一军 将会如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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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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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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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小周瑜 诸葛亮 却引出赵云来 折了许多人马 如今为何又笑 我小诸葛亮 周瑜 毕竟智谋不足 胜败 来丁家城市 但我军随实力 让北方人有我所聚 几十万兵马张魂 来崇祖旗 来再战必胜